又有問題食品 台中市衛生局跟警方共同查獲 在物風區有一家 這個專門製作醃漬嫩漿的 這個工廠呢 竟然呢 在工廠業用的氯化鈣 來漂白嫩漿 增加口感的脆度 再銷售到傳統市場 衛生局現場封存了 十一公噸的問題嫩漿 並將工廠無信負責人 移送法辦 台中市衛生局 稽查人員和警方 來到物風區 這家食品工廠 當場封存十一公噸的 醃漬嫩漿 這好幾個大塑膠桶裡 裝的都是 已經添加工業用 氯化鈣的嫩漿 無信嫌犯 它這種 獨文壁方是 由食品加工的書籍 自己去研究 他認為這種東西 添加在食品裡面 可以增加它的脆度 而且不會破壞 這個食物裡面的纖維值 警方表示 無信嫌犯開設的食品工廠 原本就是非法經營 四年前曾被查獲 以工業用漂白劑醃漬生薑 但後來他又購買食品 加工書籍來研究 在醃漬嫩漿時 加入工業用濾化鈣來漂白 增加脆度 平均三天就能生產六百公斤 再以每公斤七十元的價格 銷售到台中市東區的傳統市場 化工擠的也就是工業用的 它就沒有經過重量疾管 疾管需渴 所以它的純度有問題 而且可能含有重金屬 那對人體的傷害來講 就是針對肝跟腎的一個影響最大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 工業用濾化鈣若拿來使用 將會影響身體健康 民眾若吃到外觀太白 或是口感太脆的醃漬嫩漿 就要小心 可能有問題 記者 邱淑培 彭環群 台中報導